探索篆科之美台中文化高中 为了让德国姐妹校 席勒中学18位高二生 体验篆科艺术 请来老师教他们利用 漳州红石印章 刻上自己的中文名 不仅让他们直呼出体验很新奇 也加深了双方艺术文化交流 手拿雕刻刀在漳州红石上 精雕细琢 他们是来自德国姐妹校 席勒中学的高二生 在文化高中 科下专属的印章 体验篆科艺术的乐趣 有18个同学跟两位老师 那他们来这边 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会安排一些文化的体验课程 那目前我们进行的是篆科 那篆科其实在德国当地 他们是很少见到 第一次看到这个篆科 也非常的新奇 因为在德国当地 它是用一种橡皮胶 去做这样子的刻印 但是这一次他们是用石头 去做一个雕刻 看似简单的刻字动作 小钻体的粗细也很讲究 要不断地来来回回 修修改改才能呈现 字体的美感 下刀之后 它大概可能 大概0.2 0.2公分差不多 这样子的 那个深度才是够的 钻体就是有分 大钻跟小钻 那其实都有 因为我主要找就是 以他们比较好去操作 初学者比较好操作的一些 问题去操作 沾上红色的印尼印出刻字 DIY印章的步骤就大功告成 让不少德国生都直呼 是很新奇的体验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玩 学了很多新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难 但是很漂亮 很厉害 因为他们就是才听 大概20分钟老师的讲解 然后他们就可以就是 知道是要怎么处理 因为他们这个 如果课不够深的话 要就是重新课 他们可能一开始 不太知道那个 要怎么用到 但是只要教过一次两次 就马上就是学得非常快 就是可能比我们还要快这样 然后现在也刻出了 很好看的印章 透过转刻的雕刻过程 让交流生发挥创意 展现艺术天分 也让他们对中华文化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